墾丁大街麥當勞打門深鎖 頂樓上的經典招牌 黃金狗門被小犬颱風摧毀 10月初的颱風襲擊了恆春半島 現在過了半個月 麥當勞還沒有營業 人據說因為受創嚴重 這一間28年歷史的麥當勞 要關電腦 很多個都不得了 因為你若過後面 沒有了 整個都不得了 對 它就是暗三樓 水都陰入來了 像這樣有流水嘛 整個漏來 整個 設備都不得了 這個糟糕又多少 我們聽到一波的是30萬 外觀招牌壞 玻璃破 麥當勞內部 其實還有其他的設備 也被雨水襲擊 編號90的墾丁店 關門大吉 遊客居民都很錯愕 時代就這樣子過去 28年 特席啊 充滿回憶的地方都沒啊 這邊是唯一一間 就是聯手大的那個商家 如果他沒開的話 就我們真會吃飯會很不方便 我在墾丁路上 民眾形容看到黃金狗門 就知道大街到了 總公司證實 整體商業考量下 坑丁店白白 看看旁邊的 連鎖牛排店 和對面的鐵板燒 也消失沒營業 不少人揣測 難道是房租考量 讓連鎖業者也吃不消嗎 租金都落在10萬至30萬 看你的面積遊客多 所以他們租金就比較高 今天人很多的話 那邊就不是一個 很好停車的地方 麥當勞旁的出租店面 房東透露過去房租8萬 考慮要調到10萬 但是這價格掛了好幾個月 始終沒有談成 堪稱地標的麥當勞退出 除了惆悵之外 接下來這些空出來的店面 會進駐怎樣的廠商 格外受到注目 3D新聞股服先臨正和 朱一榮